当隔热疫情被上了吗 桃园一位阿嬷没有去过南部 彼此在菜园遭到蚊子叮咬 高温热浪加上森林大火 人类刚刚度过时尚自已热的七月天 比上一个记录高出0.4度 为了报恩守在雇主坟墓旁边 16年不肯离去 台北老兵的故事不只是充毒 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8月6号大爱全球新闻 我是陈竹琪 台湾附近海域相当相当热闹 来看看三个台风一起共舞了 这是今天下午2点钟的时候 今年第10号台风 科罗沙也生成了 目前它距离台湾还有2300多公里 将来会朝日本的方向前进 暂时不用担心 现在我们要紧盯着的是它 9号台风利奇马 因为利奇马的威力 在持续的增强当中 现在它距离鹅软比 大概是900公里 行进的速度很慢 每小时只走9公里 可是却是扎扎实实的 朝台湾的方向前进 利奇马台风三个叮铃提醒大家 首先它可能增强为中台 最快今天深夜明天清晨 威力就会逐渐增强 另外海陆景会一起发 明天开始大家就可以感受得到 而礼拜四开始呢 台湾各地的风雨都会逐渐增强 大气环境条件加有利于 利奇马发展 结构持续增强 外围环流周三开始影响 北部东北部和东部地区 主要是影响区域 那所下的雨可能会有大雨 会比较大的更大的雨是出现 至于星期五那一天 我们刚刚有提醒大家 东北部和西半部地区所下的雨 可能会有豪雨以上等级的雨量出现 台湾附近海域大地压带环绕 成了是否登陆的关键点 以路径来看 周四周五离台湾最近 气象局表示 周三白天就会发布海景 不排除入夜后 接着发布路径 不论是太平洋高 增强和太平洋高压 甚至在南海 也会有些热带的环流在发展 这些都间接的会影响到台风的移动 第十号台风跟这个利奇马台风 目前看起来 它彼此的距离稍微远一点点 看起来比较没有所谓的 互相影响干扰的一个现象出现 它基本上大概也会朝着 这个日本的一个方向附近移动 防范利奇马 提醒民众提早做好防台 大一新闻超市节 叶依林台北报导 因应台风来袭 可能带来比较大的降雨 石门水库今天就进行了调节性的泄洪 而且这些放流的水资源 也没有白白浪费 因为石门发电厂 今天也下午加大了发电功率 每秒300立方公尺水量 从排沙隧道宣泄而出 因应台风来袭 石门水库提早准备 石门水库目前水位接近243公尺 蓄水率高达9成左右 但随着利奇马台风步步逼近 北水局做好万全准备 预留了1900万立方公尺的防洪空间 调节性放水整整两个小时 放水量将近216万立方公尺 那我们的整个的防洪空间 会增加到2100万立方公尺 过去两个月 石门水库稳定进水 供水无余 如今面对台风 又不浪费现有储水 石门发电厂加大发电放水 光是20个小时 释放了400多万立方公尺水量 产生110万度电 原则上我们这边的一个发电的话 应该会以周遭这边来优先 它回馈之后 经过它一个馈性之后 当然他们这边会有一些边电所 什么之类的 他们就会透过他们的一个供电系统 那予以来供应 调节性放水 预降水位 北水局以最严谨方式 增加防洪空间 宣泄的水流在蓄水池 也会排入桃园大村 作为农田水利灌溉 大约小时节 叶宜丁桃园报道 再要关心的就是疫情了 尤其接下来即将要下雨 大家要特别注意 不要有积水容器 因为登革的疫情 现在似乎有北漂的迹象 在桃园中立这位阿嬷 确诊感染登革 她说她最近没有出国 也没有到过台南或高雄 疑似是在自家菜园 被蚊子给叮咬 南台湾大规模喷药消毒 防堵登革热疫情 北台湾也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桃园出现了 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 一名中立区人媒里 70多岁女性 出现关节痛 发烧等症状 8月3号检验确认 感染登革热病毒第二行 有可能在暑假期间 境外入伍的一个个案 那在当地造成当地的蚊子感染 然后再咬到它受到感染 我们觉得比较可能是这样子 机关署进一步说明 个案主要活动范围都在住家附近的 菜园与市场 周围一公里左右 还有幼儿园国小及儿童公园 就怕并没闻到处叮咬疫情扩散 菜园的部分 我知道他们 特别是政府已经把它移平了 也把一些相关 可能造成资深运的部分 都已经清晕掉了 截至8月5号 全台今年已经累计 286例登革热境外移入病例 数字达到历年同期最高 而北台湾出现 今年首例本土病例 呼吁全台民众 积极清除住家周围的积水容器 全面防毒疫情 大野新闻 杨韵慈邓影中 特别报道 至于肠病毒 现在出现了今年以来 年纪最小的重症病患 他是住在南部 一个七个月大的小男婴 他现在已经康复出院了 而关于流感疫情 要提醒大家的是 今年机关署首度采用了 所谓的四架流感疫苗 虽然能够扩大保护力 但是公费疫苗施打的日期 要延后到11月15号 要预防流感在社区大流行 首先就要针对高传播族群去打疫苗 就包括医护人员跟学生 他们虽然不是高危险 但是如果形成一个防 他们如果能够 掀持一个防护网的话 流感病毒就不太容易 在整个社区流行 整个会从11月15号 针对这个校园的学生 还有医护人员来做施打 当作第一波 那第二波是12月8号 会针对就是65岁以上的长者 跟学林前儿幼儿 那再来是1月1号才会开放 所有其他的公费对象 由于疫苗采购的时程 今年将是史上疫苗最晚 接种的日期 一直到11月15号才开放公费疫苗 不过今年因为是四架 希望疫苗的保护力能够再提高 如果你常常饿过头 血糖是忽高忽低 你要特别注意了 因为这样会伤害您的脑细胞 导致记忆力变差 现在台中就有一名中年男子 忽然觉得自己记忆下降 仔细检查才发现 他的血糖长期处在低水平 已经罹患了糖尿病而不自治 76岁的李阿伯 骑车骑到一半 倒在马路上 一阵头晕目眩 原来是低血糖发作 那脑部如果缺乏血糖的话 就当然会有一些 就是觉得反应比较迟患 然后甚至更严重的低血糖 其实就是会失去意识 像阿伯这样是典型 低血糖发作严重的症状 会突然昏倒 但有些症状像是容易晃神 记忆力变差 恐怕也要怀疑 是不是跟糖尿病有关系 台中一名50岁男子 最近老是觉得自己忘东忘西 记忆力变很差 怀疑自己是得了失智症 到医院检查 发现他饭前饭后的血糖 都远低于正常值 确定是罹患糖尿病 他思考比较缓慢 注意力没办法集中 昏昏顿顿看起来动作很慢 然后可能也会口齿不轻 医学研究发现 血糖太高或太低 都会增加罹患失智症的风险 保持血糖的稳定很重要 建议家中如果有人突然注意力 以及记忆力下滑 还是要提高警觉 找出原因 大爱新闻 张云俊玲新红 台中报道 持续已经快要进入历秋了 但您是否还是感觉 热热热非常热 确实如此 人类刚刚度过历史上最热的7月天 到底热到什么程度 我们稍后为大家来解释 其实热是一种恶性的循环 因为干燥少雨 大地干旱 加上森林大火不断地发生 在这样的循环之下 天气的温度就会逐渐上升 今天的第一则报道 我们带您看的是 最新发生的一个火场 在西班牙 西班牙这个马德里的火场 我们透过画面带您来看到 马德里的火场 现在也动员了许多的消防队员 进行灭火工作 但是大火还没有完全获得控制 因为目前有两个火场 一个已经控制了 一个还在延烧 当局不排除 随时会对附近的居民下达撤离令 好 再来就看干燥少雨了 这个画面在印度泰国 泰国非常特别的是 现在应该是雨季 可是今年的雨季不止滴水不下 而且水库的水位是直直落 现在几乎就要见底了 那这个画面就是当初在新建水坝的时候 被淹没在坝底的一座寺庙 现在因为水位下降而意外地浮出水面 成为一个观光景点 民众拿着相机拍照留念 这里不是观光景点 而是一座古庙遗迹 泰国面临十年来最严重干旱 位在华夫礼府 泰国中部最大的巴沙春拉西水坝水位降低 当初为了建坝而淹没的一座古庙 重建天日 也勾起了民众的回忆 这座水坝最高水量9.6亿立方米 现在降到3200万立方米 原本可以灌溉50多万公顷的农地 现在只能照顾到1214公顷 水坝水位创下历史新低 如果老天再不下雨 恐怕很快就得被迫全面停止供水 大兄女方编译 好 再来我们就透过数据来看 史上最热的7月到底有多热 过去5年的平均温度是这样子的 2015年的时候地球均温0.32度 2016曾经创下一个高峰 来到了0.52度 可是大家看看这个数据 这是今年2019年 地球均温已经来到了0.56度 比上一次的记录要多出了0.04度 这是史上最热的7月天 巴黎铁塔前尽情玩水消暑 欧洲刚撑过打破好几个国家高温记录的热浪 而最新欧盟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中心指出 这波热浪更缔造了史上最热7月 比2016年记录高出0.04度 欧盟表示今年7月 比1981年到2010年间同期 高出0.56度 其中阿拉斯加 格林兰 西伯利亚 中亚和南极洲 温度上升最多 高温笼罩政府常呼吁民众要多喝水 帮身体降温 但谁来帮地球降温 瑞典对抗气候变迁 小斗士桑伯格 5号在洛桑市举办青年气候高峰会 吸引来自38个国家 450位民众共享胜之 连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杜巴谢也前来站台 峰会目标是要求政府减碳行动要更积极 尤其各国领导人9月将齐聚纽约 针对生态危机进行讨论 更是时候展现对抗气候变迁的决心 大海新闻黄敬廷编译 巴黎圣母院在今年4月发生了大火 这一把火烧出了许多问题 原来圣母院的屋顶还有尖塔的建材里头 都含有铅 高温溶出之后 让这个铅的毒素飘散在空气里头 现在整个清理工作基于工人的安全理由 暂时喊停了 巴黎圣母院近郊也有两所学校 紧急停课 圣母院4月惨遭注容 三个多月来重建工作持续进行 但是千污染问题却逐渐浮上台面 我们要求一个码标准硬的地方 让这些码标准硬的地方 让它们继续在同时 每一个月都会进行的地步 环保团体表示 圣母院的屋顶和尖塔建材 寒鉴被高温融化 烟尘中有300多吨的鉴 导致空气与土壤都遭到污染 对神经与消化系统等危害很大 尤其是儿童 居住在圣母院周边 82名儿童接受检测后 发现一人出现血寒鉴的现象 是否与火灾有关还不确定 另外还有10人的检测结果 达到应特别注意程度 有关当局承认 反污染措施做得不够 上周关闭了两所学校 并且一度暂停圣母院的清理工作 然而短暂停工后 巴黎市政府决定7号复工 开工在即 环保团体担心 潜污染的风险仍然很高 呼吁有关当局 把民众健康摆在第一位 谨慎行事 大约新闻旅方编译 南亚局势稍稍紧绷 我们来关心这个被称为 南亚火药库的卡什米尔地区 这个画面当中有三个颜色 因为光是卡什米尔这个地区 就被中国大陆 巴基斯坦和印度三国共管 并且有高度制制 今天我们要关心的是 红色的区域 就是印属的卡什米尔 这里头住的大部分都是 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 可是印度官方最近宣布了 要把卡什米尔的自治权 给收回来 归印度中央所管辖 并且有计划的 要迁徙一些印度教徒 到印属的卡什米尔去居住 此举一来是侵犯了 宗教上的自由 二来可能让三国共管 高度自治的卡什米尔 再度陷入紧张的局势中 印度国会外截备森严 印度内政部长 特地起来宣布一项重大消息 印度政府 跳过国会多数同意的民主程序 在国会反对派的抗议声中 以宪法第370条 为临时条款为由 以总统席政命令废除 这个条款赋予硬控卡什米尔 高度自治权 除了国防 通讯 外交之外 几乎完全自治 包括拥有自己的宪法 旗帜 甚至货币 印度媒体以头版头条 报道这个震撼性的消息 因为这项宣布 等同是印度实质占领卡什米尔 巴基斯坦民众 也群情激动 权力谴责 卡什米尔地区 位于印度半岛的北端 夹在印度与巴基斯坦两国之间 东北方邻国是中国大陆 自古以来战略位置极为重要 这个地区长期处于分裂状态 分别由印度 巴基斯坦 中国大陆控制 而印巴两国为了领土争议 爆发过三场战争 印控卡什米尔地区 人口主要集中在卡什米尔河谷 这里有将近700万人 信奉伊斯兰的教徒占96.4% 是印度唯一穆斯林居多的省份 印度总理莫迪执政后 主张印度教至上 一直试图把更多印度教徒 移入卡什米尔 但是当地原本有独特地位 其他省份人民不得移居 以维持穆斯林多数的状况 如今特殊地位不在 印巴边界也传出增兵情况 外界担心后续将引爆更多冲突 大海西红女方编译 再看南美洲委内瑞拉 因为长期的通货膨胀 加上政局动荡 已经有超过400万委内瑞拉的国民 出逃到其他的国家 蓝色区域的就是由委内瑞拉人 暂时落脚的地方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它的邻国 叫做哥伦比亚 因为离委内瑞拉是最近的 除了平时会提供物资之外 现在也收容了最多超过150万的难民 而且哥伦比亚现在大开方便之门 宣布了委内瑞拉的难民来到这里 只要有小宝贝在这个国家出生 落地之后就可以得到政治庇护 得到哥伦比亚的身份证明 再坚强的母亲 想到孩子的未来 也忍不住善然泪下 从委内瑞拉一路跋涉 来到哥伦比亚避难 孩子在哥国出生 就此变成无国籍 没有人权保障 但这天开始 母亲不必再流泪 哥伦比亚总统5号宣布 将提供公民身份 给当地出生的 委内瑞拉移民婴儿 名额超过2万 而且未来两年 出生的孩子都有份 联合国统计 委内瑞拉政治经济动荡 国家陷入困顿 导致3000万人口中 高达四分之一 急需援助 面对移民浪潮 有人只想自嗓门前血 但也有人相濡以沫 联境国家展开双臂 伸出援手 成为饱受苦难的 委国移民 最温暖的依靠 大海新闻黄敬廷编译 另外一群海上难民 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这是一百多人 他们本来掉落在地中海 后来被西班牙的救难艇 给救起来 预计要在意大利靠岸 可是意大利的罗马政府 现在拒绝 现在一百多个人 已经在海上漂流了 有四天的时间 我们透过画面看到 船上的这一群难民 有的坐着 有的躺着 大家都非常的无奈 挤在一起 救援组织表示 这些难民都疑似有遭到 暴力虐待的迹象 急需要安置 可是罗马政府不让他们靠岸 甚至于赶走了两位孕妇 难民船就这样在海面上 漂流了四天之久 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 一座军火库 不明原因的大爆炸 造成了有12个人受伤 一个人失踪 还有16000多人紧急撤离 画面远方 惊天一爆 红色的火光 这就是军火库的所在地 当地局紧急下达了疏散的命令 方圆20公里的民众全部撤离了 全球第二大的旅业公司 俄罗斯旅业 在地的工厂 也紧急地喊 暂时停止营运 目前还不知道爆炸的原因 烧烫山46%我们没有办法去医院 所以我们就去他家里关 他家里我们就吃解了 跟他铺胃 还有送上慰问金 彰化酒厂七宝四名工人 受伤 继续志工 启动关怀 美国拉斯维加斯是著名的赌城 可是这里呢 皆有的人数落魄的人也特别多 此际每一次在这里举办议诊的时候 都有一位越南裔的软医师 主动前来参加 原来他年纪轻轻的时候 也曾以难民的身份来到美国 最穷困的时候 他靠着拾荒为生 现在自己能够站起来了 特别统领那些贫困者 久违了 牙医 Freddy雀跃不已 拍完X光之后 为Freddy拔牙的 是越南裔的软医师 2015年开始参加慈忌至今 一直都在 For my part I've been through a tough life as well as a refugee from Vietnam in 1984 we came here very poor didn't have much money my dad and I we used to go dumpster diving to look for cans to recycle for money so I feel I know how it feels to be poor and not have the resources in life so that's what motivates me we need to be here and help the most unfortunate people within our valley 阮医师持续邀约同事 朋友 他有更巨大的目标 my goal for our future is to be able to get the funding for the equipment to do more frequent outreach we have the doctors the doctors here are very eager to help and make a difference in community and being a local here anything we can help it might be very simple stuff from pulling the tooth to cleaning or you know just a filling and stuff that we can help our local community 大學新鮮人 也是慈濟獎學金得主 去而喜 主修心理學 立志回饋社區 I really want to provide the mental health for especially the homeless people 人海中遇見慈濟 不論幫助者或者被幫助者 每一位都要緊緊相係 我之前沒有知道 我曾經在網上看過你 我還沒記住名字 但現在我永遠記住 蘇智 大愛新聞之善美之功 正如今林碧桃 約翰 美國報導 施與壽之間 確實是一份難得的姻緣 在中國大陸河北義縣 志公下鄉房市 村子口遇到了這位女孩 主動前來攀台 原來她曾經是慈濟的助學生 現在已經是一位醫科大學生 這是河北醫科大學生嗎 這是鄉簡寬嗎 對 河北醫科大學生 路上巧遇 助學生齊心語 剛考上醫大的喜訓 能親口對志公訴說 大家好 這份歡喜從路旁到家裡 讓你爸有多幸福 所以你還要再加油 讓他們再有幸福再幸福 所以你考上大學吧 不是光你家人高興 我們只要我們慈濟的師兄 師姐一聽的剛才都特別開心 在路上她一說 我們就趕緊把消息都傳遞回去了 所以你三個上大學 三個上大學 三個上大學 還有一個已經結婚了 給您結了一個外孫子 我們都知道 孫女都成才 家和萬事心 奶奶的眉眼之間下滑綻放 你的日子呀 你的幸福就像夫二姨呀 往事的心情 並非都如詩如話 盤上山中小徑 這一家兩老相依 我媽媽也是剛算做的 她也是一開始出不來 她人是要不去外面 做得不去外面 一切都會好 一切都會好起來 因為我們是一家人 分擔分享彼此的人生 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上 來幹啥來了 然後我今天有點體會了 我來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就是愛和被愛 大愛新聞 真善美之工王坤林 葛兆發合別報導 難忘一份情 在太北這位老兵 曾經則是為他的恩人 受分手了16年 下著雨的午後 62歲的張先生 坐在家門口 雙手合十 歡迎來自台灣的年輕人 白天在這邊休息 晚上進去裡面休息 簡陋的住家 生活極為客難 旁邊就是雇主家人的墳墓 長期與墓地為零 沒有絲毫的恐懼 只有踏實溫暖 在此落地生根16年 學校他們養大 學校他們家養你大的 他們可能可以拿來 我捨不得了 張先生席緣念舊 物品壞了捨不得丟 這個還要嗎 要嗎 這個要用嗎 這個可以放它的藥嗎 這個 可以 有沒有風味 這裡這個 日前他從樹上跌落受傷 家事沒辦法做 此親來幫忙 平常不會手洗衣服 然後就是在家裡都是用洗衣機 稍微幫它清洗過後 那它可以之後有更好 更乾淨的衣服可以穿 台灣慈青到太北居家訪飾 也到學校帶新亞團隊 初見面學生難言緊張 慈青以熱情帶動很快破冰 兩天課程慈青有備而來 分享國際正在的故事 帶學員做回收 認識環保的重要性 天下都是一家人互相擁抱 感受最真誠的那一份心 大海新聞真山美職工簡福斯 張曉娟陳昆安 泰國綜合報導 今年也是摩拉克風災十周年 正言上人在今天的職工早會 回憶起這一段重建的歷程 這裡是我們小林村的原子 封災之後 就整個小林村被淹沒了 就剩下這一個鐵皮屋 我只知道 當我在聖賢宮看到秀小的時候 因為不知道能給他什麼幫忙 希望給他一點勇氣 讓他們有存活下來的勇氣 也可以幫助自己的鄉親 所以我當下是把我受贈的那一條佛珠 送給了他 我們就以種樹的一個心情來懷念我們的小林村這樣子 我覺得應該要有一種感恩的心情 因為真的我們逃出來那一沙拉 就覺得老天爺 為什麼要把我們留下來 然後我們四十幾個為什麼要留下來 應該是要在社會上 不是說貢獻很大 但是以我們自己的力量 然後為我們的社會 為我們家鄉 對 為我們自己 然後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這樣子 這是慈濟人 曾經被慈濟人幫助的人 還是感情建立 再回顧過去小林村的故事 我真的是很不簡單 已經十年了 這位秀俠、育女兩位 就已經成為好友、好朋友 所以人總是結有氣 我拿到那把鑰匙的之後 我知道我沒有後顧之憂 我可以安心的去做我該做的事情 從那時候接到上人的一把鑰匙開始 那把鑰匙已經開啟我們受創的這個心靈 重新踏入這個人生 那除了整個重建的這樣的一個工作努力之外 那我現在也已經回來自己的鑰匙創作的生活了 我非常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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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這歷史留下來的不求什麼 只是呢 過後到現在 還是天天歡喜 想到回憶過去的 想到回憶過去的 雖然很辛苦走過來 成就了以後呢 看他們生活平安 那種安齊樂業 好快樂 這叫做法喜充滿 這也都是方法 你要如何呢 讓人的生活 有方法讓它穩定身河 你一台,後面一台都在這裡 莫忘那一年 那一人 那一年 看看那個時候的高速公路 怎麼車隊 浩擋長 從北走 載人也好 載物資也好 工具也好 大機械也好 整條高速公路 好好擋擋 莫忘那一年 一啟動呢 就可以看到了 不是只有記憶 所以 道可見 不是說 無贏無效 還是 如是道 做得好 那就是 在人間 就是 有道有路可學 好 至於港獨八月印記談的 則是高雄氣爆五周年 如何走過重生之路 今天帶您認識兩位慈濟志工 災難發生之後 他們都用自己的生命足跡 陪伴災民走過這一路 也為自己的生命留下了記憶 在便當的貨車穿梭在氣爆災區 吳昆城三十一天發出近三萬個便當 2006年因為太太邀約加入慈濟 越做越歡喜 但去年底敵不過大腸癌病事 當時還有女兒上台替她領陣圓夢 尤其悲傷 吳昆城的太太帶著女兒常在社區付出 因為她知道這是先生心中的願 因為她就叫我不要為她傷心太久 然後持續要繼續做 代替爸爸陪在媽媽身邊 除了陪伴更領悟到付出的意義 以前做就會覺得是好玩 然後可能你心裡想的是比較 就是手在做 但心裡想的跟做事不一樣 現在做事你就知道 我現在就是要把菜切好 然後回收就是要怎麼分類 在台北工作的女兒 公司貼心 每個月一周 讓她在家上班 能多陪媽媽 第二位的 就是 在哪裡 第二位 對這個 吳昆城氣爆時盡心的付出還受到表揚 儘管進慈濟起步較晚 但全心投入始終是太太心中的表率 她在送便當的時候 然後她們很感恩師兄的付出 因為天天看到她吧 然後就很感動地說 她們要捐錢這樣子 慈濟起要有活動 我們就是雙進雙出 那因為她的往生上 也跟我講要做雙份 那就是說 要精進再精進這樣子 要精進再精進這樣子 六十年早 來 去吧 抓抓抓 抓下來 抓抓抓 64歲的劉璽欣漢太太 在受鎮近二十年 仿視社區獨老 親力親為 走 直接上去 伯伯好 伯伯好 一頭路就停不下來 在氣爆時 劉璽欣額頭上 長滿了帶狀炮枕 人做得歡喜 最後是被勸去住院 我們每天固定就是 熱死發放 然後再來就是個案的評估 而且就是有時候人力 也是有時候是會很吃緊的時候 因為他會跟著神經跑 那時候就已經到這個眼睛這裡了 所以那個時候那個檢 檢婦 檢婦說 這個不快來看 不快來治療 怕會傷到四神經 雖然是很嚴重 但是到最後都沒有什麼樣的 那種 我都想說 這也是 我們師父說 我們真的要把學做來頓 一出院 劉璽欣立刻回歸復出 因為大病後 更讓他分秒不空過 而且在醫院住院的時間 每天都會來跟我們關懷 今天我們何其有幸 來做慈濟 我們也不是什麼 有什麼德恨 能受到大家這樣的照顧 所以我說 繼續打拼 在慈濟的路上 天地無情但人間有愛 生死交官後 腳下踩的慈濟路 不補兼地 大家好 我們先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有三個颱風 同時在我們西太平洋 這個范斯高呢 它即將登陸南韓 早上的時候在九州到南韓 然後預計到北韓這個地方轉彎去 慢慢很快就消散 預計在一兩天就減弱為熱帶性低氣 然後今天剛生成了科羅沙 它目前來看的話 成長的速度條件也滿好的 預計也會成長 不過它持續往北的機會會比較大 對台灣影響不是很高 那立起碼颱風呢 是對台灣影響 各位要特別關注的 如果照目前這個路徑來看的話 它大概在禮拜四的下半天 這個暴風圈 暴風圈就會碰觸到台灣 東部的陸地 還有北部的陸地 禮拜四的下半天這段時間 逐步的影響 那中心呢 這位最關心中心到底登不登陸 現在各種的預測都有 其實都在誤差範圍裡面 從北海岸 北部的海 新北市的北邊的海岸 可能一兩百公里以內 或是說到宜蘭 都有這個路徑可能的性存在 所以請大家提高警覺 當然颱風中心是影響最多的 如果越往南一點點 其實它整個環流 對我們影響就會越大 如果呢 不幸就變成西北台 就不用說了 那如果用這個在宜蘭那邊登陸 其實對北部的風雨 都會有不同情境的影響 請大家無論如何 都要提高警覺 現在就要做好防台的各種的準備 各位可以看這幾個颱風 這個力氣嘛 現在的環境是最好的 它很快就會變成一個中度颱風 它整個環流非常的好 那另外一個新深層的 它未來也會蠻看好的 不過還好它沒有影響到台灣 那這兩個呢 會不會有交互影響 現在來看的話 因為它還不是特別強 應該還暫時還不會 距離大概一千公里 但是未來我們再持續的觀察 所以呢 等於是說 從現在開始到明天 是最關鍵的時候 它受到太平洋高壓的牽引 往西偏的時候 到底偏多少就很關鍵 所以現在來看的話 這個時間點呢 這個禮拜四的晚上 下半天到晚上 這個暴風圈就碰觸到陸地 會逐漸風雨會加大 其實事實上在禮拜四 白天開始就會有一點變化 禮拜三應該還是典型的 跟今天天氣差不多 反而會很炎熱 那禮拜五呢 其實整個是颱風都會受到一些影響 到禮拜五的下半天 各位有沒有看到西半部 都會受到一些影響 然後還有颱風走了之後 中南部都會受到一些干擾 請大家留意一下 所以未來的幾天 請大家留意這幾個系統 三組 其實這個以前都有過啦 沒有什麼特別的例子 三台鼎立 四台都有過這個經歷 大家不用太擔心想太多 面對颱風就是準備 戒慎前程就對了 各位有沒有看 這個首先是東部 北部 然後中南部 不同階段的 從四 五 六 三天 都要請大家提高警覺 然後慢慢的直接就往北走了 所以它就會消散 那這邊後面的這個科羅莎 現在來看的話 大概還會長得還滿大的 預期未來這幾天 持續往北走 對台灣沒有什麼直接的影響 所以這幾天要注意 明天還是熱 開始會有一些外圍的雲氣進來 北部東半部會有一些鎮雨 禮拜四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個降雨的雨帶就越來越多了 然後禮拜五 就要注意 這個基本上幾乎是颱風 不管中心有沒有登陸 對於我們這個台灣 都會有滿大的影響 然後其實這個 主要是中部以北為主 然後接下來到禮拜六 可能南部 就會帶來一些西南風 南部的這個靠山區 就會有一些雨勢了 請大家注意一下 所以這個幾天 請大家提高警覺 當然就注意到後面 可能對雨量的預估 這樣的這個 目前來看的話 這樣的量其實是不小的 請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今天晚上 各地還是滿 天氣還滿不錯的 有時候還有點悶熱 明天來說的話 也是一樣有點悶熱的天氣 颱風要接近了 有點下沉氣流 然後慢慢的再改變 有開始有一些陣雨 靈性的陣雨出現 沒有下雨就是很熱 就要等颱風來結束 所以請大家留意 這個10號颱風 從科羅沙生成了 立即把持續的在增長當中 很快就會變成中台了 那爆棚圈呢 周四下半天 逐漸碰觸我們的東半部的陸地 慢慢的逐漸風雨就開始加大 禮拜五影響是最嚴重的 請大家一定 看到那麼多資訊 來或不來都沒關係 但是你要先做防災的準備 有準備就可以減少不必要的災害 我們來看詳細的天氣數據 大愛一台的觀眾朋友 向您說聲晚安 稍後請您繼續收看人間菩提 大愛二台稍後我們要看 來自史瓦蒂尼的政府官員 特別參訪了花蓮的慈濟醫院 還有一位60多歲的老爸爸 捐腎臟給自己的女兒 挽救女兒的喜慎人生 還要看塞內佳爾 這對雙胞胎連體英 三歲了在專業醫療的建議之下 他們決定不分割 一起好好生活 一起長大 大愛二台稍後來 全世界最大的黃金生產國 在非洲的加納 有超過100萬名加納的民眾 是靠著非法掏金為生 保守估計他們賺的錢 是一般工作的60倍以上 可是付出的代價 恐怕是健康與生命 重達一公噸 價值高達4500萬到5000萬美元之間 創下金是世界紀錄的正媒金幣 上個月來到紐約證券交易所 快閃展的是一天 希望把黃金投資的熱度 再往上炒熱幾分 但要鑄造出 如此具體的財富象徵 付出的代價 卻不僅僅是金錢而已 將水銀倒進掌中 利用水銀吸附黃金的原理 讓紗金和紗石分離 從頭到尾都沒戴上手套或口罩 實在令人捏把冷汗 在非洲各地 還有數百萬人前鋪後繼 投入這波淘金熱潮 因為運氣好的時候 一星期就能有300美元入袋 同樣的時間 在可可田裡揮旱勞動 卻只能賺到區區5美元 2016年的研究指出 光是加納就有大約100萬人 直接從事非法的手工淘金 世界銀行預估 如果把範圍拉大到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各國 這樣的淘金工人 一共有將近千萬人 養活了至少六千萬人 但為了養家 許多人卻賠上了自己的命 我們在賣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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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力當前 第一線的礦工 雖然只分到零頭 卻要付出龐大代價 一整天下來 吸盡費力的 除了炸藥的硝煙 還有碎石機養起的 源源不絕的粉塵 裡頭還含有什麼重金屬 誰也說不準 更可怕的是 環境也會跟著中毒 2016年 美國密西根大學 出資的研究發現 博迪村附近的水源 水銀平均含量 比國際安全上限 至少高出10倍 其中某個樣本 甚至高達86倍 這也有殘忍 很多人都依靠這個 人們在沿途 有千萬人 都依靠這個水 為了他們的生命 我們可以看到 它已經發生了 很多人都依靠這個 為什麼要依靠這個 和健康的影響 對於飲食、煮食、洗澡 家庭的活動 他們都依靠這個 2017年1月到2018年底 加納總統下令 關閉所有非法礦坑 這段時間 理應把所有業者 登記造冊 改善管理 但到了禁令解除時 上百萬非法業者當中 只有不到1500個完成審查 在路透社記者 採訪的幾星期後 博迪村又有一名礦工 咽下了最後一口氣 她的名字就叫努哈 生命是珍貴而奧妙的 再看塞內加爾的 這一對連體女嬰 本來呢 今年的年初 就要動手術了 但是醫生發現 她們正是靠著彼此的器官 相互依賴 才能夠存活下來 因此在專業的醫療建議之下 決定不要分割 這一對姐妹花今年是三歲了 她們包含了肝臟 膀胱 四肢 還有消化系統 都是彼此共有 歡樂的歌聲 慶祝這對塞內加爾的連體嬰 瑪麗姆和恩黛 迎接三歲生日 其他人之前都認為 她們的壽命只有幾天 但兩個孩子卻成功活下來 今年1月 兩姐妹本來要在英國威爾斯 動分離手術 醫生做了斷層掃描後 卻發現馬利姆和恩黛 雖然個別擁有心臟和脊椎 但是肝 膀胱 血液循環 給她和消化系統 則是共用 馬利姆和恩黛 還要保存在生命中 對馬利姆的生活 所以長期並並不合理 只是牠們可以不斷 在很實際上 但還是好 對牠們一樣 在相對具體重來 醫生認為兩姐妹的壽命 還是有限 但她們的父親 伊布拉希瑪表示 只要現在馬利姆和恩黛 狀況還穩定 她会尽其所能让女儿们享受童年 今年9月她们就要上托儿所了 以布拉西玛还跟医院合作 成立慈善组织 要帮助其他连体婴孩童 像她女儿一样延续生命之火 让她们长大后尽情发挥人生价值 大爱新闻 郑宇璇编译 镜头回到台湾 则是这位60岁的爸爸替女儿延续了生命之火 原来她的女儿20多岁就感染了感冒的病毒 必须终身洗肾 爸爸捐出一颗肾脏 挽救了女儿的人生 爱的拥抱开启人生新篇章 三年多前 黄小姐因为感冒引发肾功能异常 每周三天进出洗肾室 反复头晕疲倦 不得不辞去工作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很怕痛的 那痛血管痛法可能上针又不一定很好上 所以那时候其实有一点想要放弃洗肾 黄爸爸决定捐胜救女儿 一度因为血糖指数偏高无法移植 经过调养身体状况没问题 手术顺利完成 这种事情其实就算是情人有限 也不一定会愿意做的 对 所以真的很谢谢爸爸 在每个家庭如果遇到的话 长辈应该都会跟我的想法一样 据统计台湾洗肾人口约8万人 受限于器官来源有限 只有少数人能够等到救命的肾脏 洗肾的病人前五年的存活率只有一半 移植成功的病人 五年的存活率有九成以上 活体移植肾脏也能够提高 患者的生活品质 不过事先要经过医护详细评估 并非人人都适合 黄小姐说以后把自己照顾好 就是送给爸爸最好的父亲节礼物 大爱新闻彰化综合报道 儿童听损有70%来自基因遗传 现在台大儿童医院就打造了 听损儿的基因资料库 期待将来能够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等一下喇叭有声音都不要管它 你就放轻松做着就好 OK 今年16岁的思虞出生时 被筛检出患有听损问题 让她从小就得和助听器为伍 经过多年的语言和声音训练 几年前改装电子耳 她的世界也听得更加清楚 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会因为听不清 影响口说言无一声而茫然无助 台大儿童医院从去年开始 引进一台大脑皮纸听觉诱发电位的仪器 透过声源刺激记录大脑反应的定位 目前已经完成超过100例的记录 那我们这个检查呢 直接刺激声音刺激到她大脑皮纸 我们可以用一些波形 给一个真正一个定量 告诉你说 其实孩子还是有反应的 不管是在术前或者在术后 当作给家长一个资商 专家表示听损有七成的比例 是遗传基因所导致 另外三成是内耳发育和病毒影响 台大儿童医院采用次世代定序的 基因检测平台 针对200名听损儿的父母 进行基因检测 希望能建立全面性的听损资料库 大部分的基因造成的听损 可以用次世代定序这样的技术 把它找到它的基因的一些变异 如果只针对常见的基因去扫的话 大概只能找到30 全部听损儿大概30到40 但是加上用次世代定序去扫的话 可以提升到五成再多一点这样 目前新生儿的听力筛检 可以早期发现听损问题 家有听损儿的爸爸妈妈 孩子在六个月大的时候 就能进行复健 及早训练治疗 也能恢复到一般正常的听语能力 大爱新闻 李思宣 梁家明 台北报导 今年是莫拉克风灾10周年 慈济山林大爱园区 是全台第一座永久的灾户示范家园 园民会特别召开了研讨会 来讨论充建模式 慈济的31个救灾服务中心 从九一大地震到莫拉克风灾 慈济基金会从安生到安住 等六安计划的震灾过程 防灾论坛上完整呈现 在莫拉克的时候山体都已经破坏了 慈济所做的一些元件 为了大家的一个安全 但是自己对文化方面慈济更是尊重 大爱园区其实我也是有看到一些现象 就是不同的族群 在那边他们其实也有一些融合 从小孩子开始 那反而可以做更好的一个互动 山林大爱园区10年来深入教育 同时达到族群融合 面对极端气候 旧灾道重建更需要经验传承 各方站在不同的位置上 针对我们这个重建的议题 大家提出这个检讨回顾 离灾不离村 离村不离乡 先安居然后再热业 那这个本来就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其实很多国外他们来看 都觉得我们这样的一个模式 做的还不错 产观学相互交流 建立更完整的防灾救灾模式 让大家更介慎前程面对每一场灾难 大爱新闻学员林道明高雄报道 张化皮头的一间酒厂 昨天发生气爆 总共有四名员工受伤 其中两个人已经出院了 另外两个还在治疗当中 张化的志工今天也启动了关怀 39岁的张姓男子是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 49岁的男子 全身有75%的二度烧烫伤 目前也还在跟死神拔河 一年一度社会光明面报导奖 今天公布了得奖名单 慈济月刊的资深摄影师肖耀华 再次以慈济东非议诊的照片 获得了平面新闻类的摄影佳作 消耀华士得奖的常盛军 这张照片就是他的佳作 这张照片获得所有人的青睐 因为大家都在关注这一位 受到病苦折磨的孩子 同时肖耀华在这一趟的东非行旅当中 也用自己慈悲又智慧的双眼 看到了不一样的人生脚步 再看史瓦蒂尼的卫生官员 参访了花莲刺激医院 三位来自史瓦蒂尼的社区健康推广员 以及当地两位卫生部官员 来到花莲刺激医学中心 实地参访妇产科及俄科的设备 与工作流程 我们有很多学习 我们有很多经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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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顺便也会做参访 家务病房 婴儿房 产房 还有其他的相关的预防措施 史瓦蒂尼正面临新生儿疾 产妇死亡率相当高的问题 为期五年的代训计划 希望能培养更多医护人员 回到当地 提升医疗 照护品质 大爱新闻杨爱婷 刘洪志 华联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全球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祝福您平安 顺心